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把昆一桩一鞋甚至装疯卖傻 但凡是节目需要 他能使出浑身招数 也能豁得出去自会形象 这股毫不遮掩的真心情 使大家喜爱 他是在剧组中最有人缘的影视演员 甚至导演下志产工 他能和每个人都热闹的打成一片 在有苦又累的剧组里 有他在就有欢乐在 他对世界一直保有的好奇心和尝试心 演变出无数可爱又离奇的小世界 他的快乐深入人心 快乐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 那是他的天性 也是他的武器 张大大能够被大家所熟知都得感谢谢娜 谢娜在第二季 欧迪哥时呢 邀请张大大去当嘉宾 可谓是给了他如此好的一个机会和平台 可是越到后来 张大大觉得自己身价涨了 名气高了 就不配和其他选手坐在一起了 谢娜当时听了这话 也愤怒的回对了张大大 自信可以 但不要迷之自信 更不要伤害到其他人 谢娜的这句爱妨 也是让张大大欲骂尴尬 从此以后 在谢娜的节目里面基本没有了张大大的身影 反而更多的是杨迪 而小沈杨 小沈杨 在北方尤其是东北甚有名气 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但和他的 师傅赵本山一样 在中国南方 以及外国的影响力不如中国北方 从小沈杨的生业到装扮 再到平时的言行 可以说都充满了低伏的影子 如此不伦不类的小品演员 竟然能在中国成为众人追捧的大班明星 实在是非以所思 有一次张大大和小沈杨 一起参加《我一歌神》 在节目中明明 需要小沈杨来做决定 张大大应该给书参考意见 结果老是插嘴打乱小沈杨的思路 小沈杨的脸色很不好 淘汰掉了张大大支持的歌手 张大大还为他辩解称这个歌手很可爱 结果小沈杨直接说 唱得好看有什么用 会也有什么用 唱歌需要的是唱功 一下子让张大大哑口无言 三 张义山1992年 出生的张义山和很多90后不同 家中没有电脑 平时不上网也不爱玩游戏 在剧组空气的时候 别的演员都在玩手机 张义山反而坐在一边思考 出道以来 他没有在爆红的时候顺势去拍偶像剧圈本 而是踏踏实实的每年固定地阶级部戏 看过张义山的表演 让人觉得 关于演员多大 青黄不接等类似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 如今的张义山也已经长大了 不再是之前不懂事的流星了 他也参演过不少的影视剧 而且作为童星出道 他的演技还是非常不错的 和有的小鲜肉比起来 他真的好得没话说 前段时间主演的几部剧 都非常受观众我们的喜爱 现在的他也经常参加综艺 接目了 而高能少年团中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就在某一期的高能少年团中 张大大的说死 他说张义山你好啊呀 这句话也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厌恶 本身很多人都是不喜欢张大大的 如今他是越来越放肆 不过张义山可不是吃素的 直接回对过去 比你稍微高一点 真的是很解气 像这种没有眼力见的人 不会说话的人就应该对回去 口无遮拦的影视令网友们讨厌 四 王宝强太久重的王宝强 可以说是一个草根潮人 不但霸情潮软 穿衣鲜活还玩撞色 框架眼镜并不可少 还拿着自拍神器随时自拍上传微博 一个潮流感十足的刺流包 已经够热眼 虽然很二但是极其受欢迎的解刀手随处可见 这个潮流感十足的新鲜人类 竟然是葱油饼的看主 不得不说他必须代表的是 新一代鲜活敏感的草根潮人 也许钱不多 也许并不帅 却是大胆随性个性鲜明的潮流追随者 王宝强其实网友们都特别讨厌张大大的说话方式 他自己也是有点娘那种 在综艺节目中用兰花指指着王宝强说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王宝强霸气的说 你男的女的 我是恋货的你知不知道 张大大一下子就怂了 说实话宝强这句话 真的是大快人心 五 王刚王刚因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 以扳演和珅而获得巨大成功 此后 先后在铁齿铜牙艺小兰系列 梦断子进城 铁家军 哀贵 不宜天子 少年嘉庆 沧海百年等剧里共演了320级的和珅 因此被人们称为演和珅专业户 与演员张国立 赵铁连多次合作 戏里戏外被称为铁三角 对一黄金组合 也深入人心 许多人在夜幕下的哈尔滨 钟尼上 乐生也富有雌性的王刚 更多人在综艺大观中相识了能言善变的王刚 在像刘罗锅 铁齿铜牙记小兰 梦断子进城中 我们见识了是古元华的王刚 音乐之声中 我们看到了多才多艺的王刚 艺术人声中 我们力求呈现一个本色的性格王刚 王刚有一期吐槽大会 上请了和珅专业户王刚和张大大 张大大在吐槽的时候 对着王刚的面就说王老师戏路斩 只能有和珅 结果被王老师嘴的一下就锁了 王刚老师说 首先跟年纪比我就没你心路宽 哪里都有你 没请你你都去 演主持人 歌手 演表情包 我就想问问 你你是不是一入戏 自己都觉得是真的了 小编真的觉得王刚这段话太厉害了 张大大没点文化抵约就该直接对 也是不知在哪来的勇气 对得太解气了 对获张大大的武闻明星 写那霸气 王宝强大快人心 王刚对得太解气了 很荣幸各位看客 可以浏览完这篇文章 小编给大家比心了 你的评论和点赞 就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哦 爱你们 感谢您的评论和点赞